给家的小姨子 妈呀 姐夫 你咋来了呢 那啥 我这不是要参加同学聚会去吗 我现在把你家的车就要开开 妈呀 太不凑巧了 那车我老公刚开出去 往哪开呀 那不改门口停了去吗 是吗 那我估计是那车没油了 把他没开出去 那没油你也开不了啊 没油了 那没事 我家有油 我现在就回去休息啊 好嘞 这回都加满了 四脚花 二十五公斤的 好嘞 车又去 姐夫 不是我不想借你 主要是啥呢 我家的车把新买的高科技 怕你开不明白 咋的 科技鱼很活啊 我再给你来一勺三花蛋奶的 说的啥是啥呀 我不是那意思 我意思是啥呢 我怕你的智商吧 开不了这车 你要不正的呗 我出道题考考你 你要是能打上来呢 这车我就借你 咋呀 我的妈 有我都加了 我还能打不上来你出这题吗 来 你说什么车寸步难行 什么车寸步难行 老汉推车 那玩意咋寸步难行啊 你看啊 就是那老头推一小独轮车 一瘸一拐 你这玩意还讲究技巧呢 一般人整个名字呢 一颗拉倒子 你说的不对 你就老头不能推老太子便能推吗 这答案不对啊 你再想想 破车 你那啥车你再破它便能开走吗 那还是不对啊 你 那老破车都坏了它怎么走 你坏了之前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也能开走 冰车 冰车 冰车也不对啊 虽然说这泥岛走不了 但是有冰岛不还能走吗 那我知道了火车 那火车更不对了 那在铁轨上那不走挺好的吗 那不就出轨的时候 对不 姐夫 你这话是点的谁呢 那不是个例吗 那也不对啊 你这也不对 那也不会的 你这车到底能不能借吧 那不是我不想借你 是你质伤不够用真没打算来呀 哎呦我的妈 晚上看出来了 忽悠我一同有 我都给这个阿哥我俩整着老半老天没有用心 真的 我不借了行吗 我一会儿骑二把大杆上去 乖乖不想丟人 我这妈 以后别给我咋办事啊 我你不办 我新城的店你开